下一個 下一個這支手機的振動馬達 下一個這支手機的振動馬達是比較拖泥帶水的感覺 就是它是慢慢上去到一個巔峰然後再慢慢下來 它不是一個瞬間的一個波形 它是一個慢慢上去再慢慢下來 就是感覺不太一樣 我比較喜歡那種俐落的振動 像是比較高級的手機那種瞬間就是馬上到頂 然後再馬上下來 這個是比較拖泥帶水的振動馬達 那這支手機的振動馬達 這支手機的振動馬達 它是比較拖泥帶水那種振動馬達 不管你開了時 那這支手機的振動馬達 它是比較拖泥帶水的振動馬達 它是一個慢慢上去 然後到巔峰之後再慢慢下去 所以你的整個時間還蠻長 所以如果你打字打很快 然後你又開振動的話 你就會開始整支手機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 它不像比較貴的手機 比較高級的手機那種振動馬達 是馬上瞬間然後再馬上沒有的那種感覺 比較俐落的感覺 這支是有點拖泥帶水振動馬達 看個人喜好囉 那它的音效裡面有一個Dolby Atmos 但是它只支援 它的音效裡面 它的音效裡面有支援 它的音效裡面有支援Dolby Atmos 就是環繞音效 但是它只支援耳機 或者是無線的藍牙耳機 它不支援它的內建喇叭 因為它的喇叭不確定到底是 是不是太爛呢 我們現在就來聽聽看 啊 嘻定 嘻定 嘻靠 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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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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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